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好吃又方便快捷制作的酸辣土豆丝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主料和配料都有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主料三个土豆还有一个圆葱 切好的葱姜蒜一点辣椒 这是一点醋白醋还有咸盐 下面呢我们把土豆去皮切丝 这个圆葱也给它切成丝 我们呢下面来进行制作 我们把土豆去完皮后 圆葱去完皮后 进行切成圆葱 我们把它切红丝 放到盘里去 土豆呢我们也把它切成丝 在这里我是用一个切菜的一个小工具 超市都可以买到 用它来土豆爆丝 非常方便 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 切的丝 这个爆出来的丝又细又快 我们先把它切成丝 就把土豆切成丝 就把土豆切成丝 浸泡一下,浸泡大概一分钟 然后把它捞出 土豆丝,我们把它的水稀释一下之后 把它捞出来,沥干备用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酸辣土豆丝的烹饪 我们把锅加热,然后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当油八成热的时候 首先加入葱姜蒜爆香 加入干辣椒 放香后,加入洋葱 然后加入干锅 成熟 辣椒 加入油 然后加入加入干锅 加入干锅 加入干锅 净辛勞 把原葱爆香之后加入土豆丝 加入适量的酱 加入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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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酸又辣又香又甜 非常好吃 下饭 非常好吃 希望大家都试一试 下次我们再见 再见 再见 天 下次见 下次见 下次见